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25号星期三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 第一个 灭霸响指轮到了民办教育 第二个 上海一男子摔一脸血 醒来就说我要上班 这是个很长的标题 那么这是一个让人很心酸的故事 我们讲一下 讲一下现在 现在在城市里面生活的这些中国人到底现在的生存状态是这样 先讲灭霸响指 习近平 不会停 一直在灭霸 那么8月25号 教育部规定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 举办民办教育学校的通知 严格限制公办学校投入民办学校的资源 以及民办学校不得以公办教育的名义宣传 这件事情其实呢 看上去好像民办教育 不大行 要借这个公办教育的名义来 来沾他的光 这个 但其实不是的 事实上 事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但是这明确的是 这个灭霸响指 这个转向 民办教育的一个信号 那么这个通知是由教育部 中央 中央编办 国家发改委 民政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自然资源部 住房和城山建设部共同印发8个部门 如果仅仅是怕这个民办教育蹭这个公办教育的好 好处的话呢 用得着上8个部门来 发一个这样的规定 其实并不是这样 主要内容讲的是什么 第一 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规范民办教育作为政治任务 杀气腾腾了吧 第2 各公办学校要强化政治担当 就是要跟民办教育切割 第4 全面规范公有教育资源的使用 公办教育投入民办教育的国有资源应当符合国有资源使用的管理规定 然后公办学校要增强品牌保护意识 规范使用学校名称和简称 然后民办教育 不得利用公办教育的品牌展开宣传 这件事情 是这样 我们来讲讲民办教育 民办教育其实是一个 一直没有在聚光灯下的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非常的 非常的重要 也非常的关键 我们讲讲情况 到去年为止 全国 一共民办学校有 186700所 占全国各级学校总数的 超过三分之一 这是第1个 第2个 在校生5564万人 占全国在校学生的20% 那么 在2018年的数据 现在的情况应该更多一点 学龄前 学龄前民办超过了公办 学龄前其实讲的是幼儿园 那么2018年民办幼儿园在总 你民办的幼儿园有2600万所 公办幼儿园只有2000万所 所以民办占 57 公办只占43% 这是一个 学龄前教育 在学龄前教育当中 民办教育占优势 这是第1个 第2个 2018年义务教育阶段 民办当时的在校生是1500万 那么虽然当时只占全国学生的10%左右 体量也没有这个学前大 但是 民办教育当中竞争率最强 最引人注目的是什么 初中 初中的民办教育 除了北京 上海 一线城市以外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其他 其他的在一线以外的城市 民办教育的初中对公办教育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这是事实 那么2018年 2018年 民办教育 为整个的财政贡献了多少?1800亿 就是说 如果 政府 要把民办教育替代掉 他要花多少钱? 1800亿 1800亿 那么占中国义务教育公共预算的9%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民办教育 政府要掏1800亿 甚至比1800亿要来得多 为什么? 民办教育的效率比公办教育来得高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这部分的学生全部由公办教育来提供的话 那这个部分 那就可能要 要两三千亿 这是2018年的数字 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要翻倍 那么民办在校生 从 2002年 到2018年这16年期间 为什么讲这个时间 就是民办教育促进法出来 这16年期间 民办的在校生增加了4200万 那么公办教育的 公办 功效在校生减少了2200万 我为什么讲这个 你就会看到 为什么 中共 要对付民办教育 民办教育 因为在发展 他心里不踏实了 那么在义务教育阶段 义务教育就是小学到初中 民办在校生增加了1000万 公办教育在校生减少了4400万 那么当时是不是学龄人口减少 不是的 2018年在校生总数是2亿7600万 比2020年是2亿5600万 多了2000万 所以实际上义务教育阶段的学龄前 人口是减少了3400万 但民办教育 民办学校 逆势增加了1000万 可见民办教育的竞争力非常的强 功效没他强 那么 是不是这个财政投入减少了 不是的 2018年财政性的教育军费是 36,991 比2002年的3491亿 增加了10倍 所以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民办教育更符合 中国家庭的需要 所以他得到了大 大大的发展 所以这一次中共对民办教育下手 怎么个下手法 几点 第一目标 目标是把20%压缩到5% 也就是 减少15% 总数的15% 也就是 减少75%的人数 那么时间是用两年左右的时间 用两年左右的时间把这个 民办教育的在校人数 人数 由现在的人数减少75% 剩下15% 剩下25% 就是减少四分之三 那么后果是什么 后果就是有4000多万学生 他们要离开这个学校 离开民办学校 那么之前中共干了什么 之前他就是修改 民办教育促进法 民办教育促进法是今年5月初颁布的 修改 修改 那么修改是从今年的9月1号实施 这就马上就要实施了 所以前面就出一个八个部委 出一个通告 出一个通告 讲是讲 讲了一堆 大家都不要相信那些鬼话 那些鬼话好像 公办 公办教育很厉害 这个民办教育不要去占公办教育的好处 其实并不是这样 除了一线城市以外 其他的城市 民办教育 特别是在初中 有压倒性的优势 然后这个新的这个民办教育促进法 里面就开始 加入对民办教 这是个民办教育促进法 实施条例 但是其实新修改的这个条例 增加了很多什么 限制民办教育的 规定 那么 公办教育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教育 那么也不得转为民办学校 然后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民办学校 不得利用 国家财政性的经费 然后不得 影响公办教学活动 不得以 仅以品牌输出的方式参与办学 然后公办学校 举办或者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应该以独立的法人资格 与原来的公办学校分离 那么 独立招生 独立颁发学位证书 地方政府不得利用国有企业 公办教育资源举办或者参与举办 民办学校 任何社会组织不得通过兼并收购 协议控制的方式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 就是不让你转让 就不让你买卖了 就是把你的资产固化 这是什么 就是不让民办学校的资产流动 那你想一下 如果资产不能流动 这个资产价格就要 打折 等等 里面很多 包括不让 校董必须是中国人 这一点就等于把国际学校灭掉 很多 我就不一念了 然后呢 修订公布之后 四川 湖南 江苏 这三个省分别出政策 我看到了上海北京也在出政策 就是降低 要压缩这个民办教育 民办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当中的比例 湖南省教育厅6月22号发布通知 将民办初中小学在校生的人数占义务教育的比例 调制5%以下 要压缩多少 要减少34万人 34万人 那么原则上不再审批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就是向这个民办教育动刀子了 比如湖南衡阳市 衡阳市要减少多少 15万人 占全省的人数的三分之一 为什么 因为湖南衡阳民办教育大概占20%左右 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资源 这是湖南 四川 四川整教育厅四个部门联合发通知 那么要求降低这个 要求民办学校在校生 要压缩到5%左右 这各地都开始加码了 中央政府一个政策各个层层加码 那么2017年四川这个义务教育阶段的这个民办学校总共有 11109所 占全省 义务阶段 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总数的48% 将近一半 那么其中 成都 自贡 内疆 达州 卢州 绵阳 六个地区 民办教育的数量 超过公办学校 你想一下 如果你要压缩这些民办学校 你这个学校数量要减一半 你想是不是 原来的百分之 这些地方肯定超过20% 四川省 那你现在这个情况 这个政策下来 血流成鹅 习近平啥都不会干 他只会干一件事情 就搞破坏 各种破坏 江苏省 6月29号发出类似的通知 要求用两到三年时间 把全省民办教育的学校 和在校生 比例压缩到5%以下 5以下 民办高中 这个他自己加任务 民办高中 部分也要控制到15%以下 那么就是政府开始对民办教育砍刀 实际上在教育系统 他第一刀 第一刀是双减 双减就是 就是 国办中办发一个通知 就是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双减意见 双减是中办国办 发的一个这个通知 这个通知呢 就吹响了中共在教育领域 这个 砍三刀的第一刀砍下去 这砍下去的 任务是什么 把整个教培行业团灭 团灭就是整个行业消灭掉 现在正在发生 这件事情 正在发生当中 所以 教培行业血流成河 大概有三四千万人面临失业 三四千万的从业人员 有一千多万 教培行业的师资将面临失业 然后这个三四千万从业人员面临失业 这是习近平干的第一刀 砍的第一刀 第二刀 那就是6月1号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这个保护法呢 就有一条规定 就不对学龄前 未成年人进行小学课程教育 这实际上第二刀砍到哪里 往哪砍 往学龄前教育砍 现在学龄前教育也是 也是一片哀嚎 这是第三 第三刀砍明白教育 现在就开始动手 动手 那么 民办教育会对中国的整个的教育市场 整个的教育领域产生重大的冲击 那你想一下 原来现在民办教育占整个教育市场 20% 五分之一 超过五分之一 要一下子压缩到5% 那就是很多学校要灭校 很多学校要灭校 就说在校生有5564万 减少到1391万 就是1400万大数 那么也就说有4100万的学生 要另外再找学校 或者 转到公校 转到公校 在这一块财政开支 大概需要增加 两三千亿 两三千亿的开支 两三千亿的开支 你算一下这个账 四六开 中央政府掏六 地方政府掏四 地方政府拿不出来 为什么 很简单 大家知道现在双减之后 双减之后 其实地方政府 要增加教育开支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要增加 因为 义务教育阶段是中央跟地方 都要掏 如果中央掏大头 地方掏小头 为什么人口 会虚报 我先跟大家讲很简单 人口虚报有很多 很多支出是跟人口有关 其中教育经费就是跟人口有关 各地坐在网上骗 市骗省 省骗中央 中央就拨钱 拨钱一层层拨下来 根据什么 在校生 在校生是报上去的 所以在中国作假成本不高 收益很大 所以吃空想 这就是所谓的吃空想 这就是吃空想 在中国就是 这是一个 所以我说中国是一个 国家特征不明显的国家 国家特征不明显 你看一下 连这个他都能作假 你能想一下 什么东西不作假 那现在情况是 你灭掉教培行业 教培行业你其中有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就是把在校生 在校时间延长 一直延长到 父母下班时间 这部分延长是要花钱的 是一定要花钱的 这部分花的钱我们不说 这是一头 这块教育支出要增加 你就要增加老师 你需要增加师资 你甚至 当然你不增加师资 你要给教师多发钱 否则你违法 因为你延长工作时间 那么还有一头是什么 还有一头就是 你要现在要灭掉这个民办教育 民办教育剩下5% 5%以下 灭民办教育 那你要增加学位 公办教育增加学位 公办教育增加学位意味着什么 你要增加老师 增加课时 这也是一大笔钱 两三千亿 两三千亿跑不掉 两三千亿跑不掉 地方政府现在有没有钱 地方政府现在连发工资都有困难 所以这个政策基本上是霍国殃民 现在整个的教育界又开始 新一轮的风暴又在教育 教培行业的风暴 刚刚刮 刚刚刮起来 现在整个的教育领域 就是 义务教育领域 又一场新的风暴又起来 所以共产党真的不会干事 他就会破坏 因为你想一下 有那么多学校要灭掉 而且 这些学生原来在好好的在这学校读着书 学校没了 你说这什么情况 什么鬼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1个主题 灭霸响指 现在轮到了 民办教育 民办教育其实已经 之前已经 自从这个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出来之后 其实民办教育行业已经知道这个情况 但是9月1号是开始实施的时候 那么这场风暴就来了 共产党又开始搞 搞运动 这是第1个 第2个讲讲 前两天看到的一个故事 这故事是上海的一个名声故事 8月14号上午9点半 上海地铁18号线 贺涛站 有一名男子 突然晕倒 在车厢里晕倒 摔在地上 摔在地上眼睛磕到这个座位 眼角 眼角满脸是血 然后昏迷 昏迷而且抽搐 然后工作人员发现 然后就赶紧把他 抬到这个月台 打120 然后就叫救护车 又不知道怎么回事 过了一阵子呢 这个男子就稍微的恢复了知觉 工作人员跟他讲 我们交了120 然后现在送你去医院 这个男子呢 一张嘴 就说我要上班 我要上班 那么他坚持要去上班 然后工作人员就帮他 处理一下 简单的处理一下伤口 然后把他带走 这个男子呢 是19岁 在开快餐店工作 19岁 刚刚高中毕业 在快餐店工作 他其实是因为 之前是因为什么 为什么会摔倒 他有癫痫 癫痫症 癫痫症发作 啪摔倒 一睁眼 还是要去上班 这件事情呢 就放到微博上去 直接就冲上了热搜 阅读量有3亿 他的这个遭遇呢 引起很多网友的共鸣 那么网友说 有网友说 请一天假 意味着我这个月季少了1200 爬我也得爬得去上班 另外一个网友说 我要是在地铁晕倒 地铁工作人员问我 给你家人打电话 让他们来接你 我说不用 先给领导打电话 那么还有人说 哭了 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我爸爸以前是吃完早餐去上班 下班回来还能打个牌 喝个小酒 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另外网友说 生活真的不容易 希望好好的养病 再去上班 然后还有就是 这就是真正的打工人吧 太难了 还是要好好的打工挣钱吧 然后网友说 心酸 希望他领导 别扣他的工资 这就是 这就是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 你基本上可以 这个故事基本上反映了什么 反映了一个城市里面 这件事发生在上海 一个快餐店的一个打工工作人员 要么是 厨房 要么是服务员 那晕倒了 磕得满脸都是血 一睁眼就是要去上班 为什么 不上班后果很严重 那么他不敢不去 所以要去上班 这是一个在城市里生活在底层 基本上算是底层 底层的一个打工的一个经历 看得让人心酸 我看到另外一个故事 深圳 深圳就不是底层了 深圳这个网友是一个 高级技工 高级技工是做什么的技工呢 做模具 模具 模具的高级技工 的确收入是不错的 模具厂大家知道 模具厂的技工是很值钱的 一个月快2万块钱 一个月的收入 不错的 2万块钱收入 然后呢 他跟他的朋友说 他所在的这个厂子是个几万人的大厂 所以他能养得起这种技工 然后做机床的模具 一家四口 他太太因为生了 二胎 所以他太太在家照顾 一家他自己养 工资快2万块 扣掉社保扣掉税也就1万出头 买了一个两居室的房子 这在深圳已经不错的 已经不错的 那么 他跟朋友讲 说这个最近收入 最近这个 最近这个开支吃紧 一家四口 然后老家还有父母 老家父母已经 没什么收入了 靠他寄钱回家 然后呢 现在有个新的情况 新农河 就是农村的医保 合作医疗 合作保险 新农河 年年涨 最早的时候10块钱 涨的现在300多块钱 每年还会涨 他说父母加上这个乱七八糟加在一起 还不少 这个压力蛮大的 给家里往家里积钱 然后还逢年过节 走亲戚 红市白市 都要掏钱 生了二胎以后 以前呢 晚上还可以跟朋友 同学 同事出来 消个夜啥的 现在 没有了 二胎之后就没有了 要么在食堂吃饭 要么回家 没有 他说 原来他还想着 他现在两居室 现在想着能不能换个三居室 有空父母可以来住一下 父母 幼妇 岳母可以来住一下 现在不用想 现在房价到这个水平 幻灭 那么他说现在压力这么大 压力非常的大 他说有的时候想回老家 但是想想呢 老家已经回不去了 那么 这个 种田是不可能 他没有学 那么剩下的什么 做泥工 木工也没学会 他说老家已经是回不去了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 在深圳 这种收入水平大概是什么呢 我讲一下 腾讯 腾讯有一个理财通 他有个数据 他是在2019年4月份 他有个工资报告 深圳 月薪 1万 到1万5 人口比例8 1万5到2万3.2 2万以上3.8% 其实他的 他这个 这个季工在深圳的收入是不错的 是不错的 至少是中上 中上的水平 那么连他 他也买了一个小房子 这两居室的房子也是不错的 那你想一下 他觉得困难 那其他的人就更如此 那你想 一线城市机会最多 为什么大家往一线城市跑 一线城市的机会最多 一线城市的中产 他觉得很难 那你想 一线城市 也会普通的人 也会觉得更难 那其他的生活 就更不用说了 那么其中 一个 生活水平高 这个物价比较高 物价高的核心是什么 房价高 收入的一大部分拿来工楼 这是大部分中国人现在就是中国的白领面临的一个最危险的问题 就是有一部分的 固定的 房子 钱拿去这个 一个是工楼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这个技工孩子太小 还不算数 他还没面临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教育开支 教育开支这一块是个大头 我们之前还碰到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父母 父母年纪大了 他自己还没面临这个问题 就是父母年龄大 的养老问题 养老和特别是那些农村 农村没有养老金 养老问题和医疗问题 所以现在城市 压力三大 房价当然是一个大头 然后慢慢的等孩子长大了 教育开支 老人的开支 这几个大山压下去 也是不得了的事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开放二台 你看这个网友 开放二台 积极响应 生了二台 生了二台就不敢出去消费了 消费就没有了 那他现在这个娃 还小 等他三四岁以后 开始上小学以后 他就开始要面临这个问题 大体上是这样 现在的中国人活得都不容易 很多原因 很多原因 当然主要的原因是两条 第一条 这个社会的 社会没有办法为他们提供一个 公平的公共服务 这个公共服务它不公平 它不公平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站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你要想办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 公共服务 那你就用钱 把它雷起来 这就是 现在中国城市的 比如说很简单 食物安全 食物安全怎么办 食物安全不安全 你到普通的这个菜市场买的菜 你觉得不安全 为什么老出事 那怎么办 那我就去 贵一点的 超市 买食品 那么贵一点 比如说 有些城市里面 比如去三亩会员店买食 买食品 觉得安全 但是贵很多 就是说 当你要一个在国外 很正常的 安全的 有保障的 这种 生活品质的时候 你要付出的代价 就非常非常大 这在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 就是公共服务的问题 教育医疗的问题 这些问题让给中国人非常巨大的压力 而在这些领域 存在什么 存在寻租的现象 存在腐败的现象 存在一个 社会 社会层级层面的这种 歧视的现象 好吧 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把主 今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跟大家 讨论了 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这样 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 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 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情绪 鸣谢 谢谢 李平 谢谢 听了老师前一段节目 知道老师很气愤 请老师喝茶 加点火 OK 林 广好 谢谢 请老师喝咖啡 谢谢 观点 我认为重要的原因之一还是人口问题 人口锐减 中共需要更严格的掌控教育 需要更多的人不接受高等教育去填补低端人口红率流失 民办教育 只会不断的填补家长让孩子接受更好教育的需求 必须打掉 观点 我觉得CCP做事很烂 国家投入的公立学校远远不够 当地的需要 很多本地的孩子都入不了公立学校就读 因为学位严重不足 深圳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这些本地人和很多外来的就业人 就业人员的子女 只能迫于无奈送孩子读民办学校 民办学校的学份又比公立学校贵 负担相对重 这里面的问题是什么 你说的是 这个发生在深圳 但是其实不是的 其实你在 一线城市以外 民办学校可能比公立学校好 你说的这个情况在深圳 观点 灭霸一系列针对教培的操作 正是为了填人口普查的假数据 因为一切手段表面看起来让一部分家长感到轻松了 改生孩子了 这个是逻辑 没理解 一切手段表面看起来让一部分 家长感到轻松了 怎么轻松 改生孩子 而是把培训机构灭掉什么 把培训机构灭掉并不能解决竞争的问题 培训机构的生存空间是什么 是家长有焦虑 家长有什么焦虑呢 因为升学 升学竞争非常激烈 因为中国的优质教育资源是比较少 优质教育资源比较少 那我要让孩子读好学校 以后才能找个好工作 那怎么办 那我就想办法让他读一个好的中学 那你要进好中学之前你要读一个好的小学 你才能进好的中学 那好的小学之前你要读好的幼儿园 其实这是一连串的 最后的竞争是从哪开始 从幼儿园就开始 一路增上去 因为你 所以赢在起跑线 什么叫赢在起跑线 你起跑线就开始赢 你一路才能赢上去 你起跑线输了 你后面就会输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竞争 教培行业是解决什么 家长的这个焦虑 他觉得孩子需要去 补课 提高他的竞争力 这是从什么开始 是从 政府的教育资源不足造成的 你要是有本事搞一个全球 前100个名牌大学都在中国 你试一下 根本不需要吧 你一个名牌大学让他招5万学生 你试试看 就是这个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之下 就产生了培训的需求 培训的需求才有 培训机构 你现在把培训机构灭掉 但是竞争依然是那么激烈 这个家长还会想办法去 提高孩子的学业水平 所以 家长一点都没有感到轻松 你把教培机构灭掉的时候 家长 比 跟教培行业从业人员一样幻灭 理解吗 因为他没地儿找人 没有人帮他孩子去补课 所以他们不会感到轻松 他不会感到轻松 他也不会生孩子 不会因为 没有人会因为 教培机构没有了 他就敢生孩子 敢生孩子跟这个没有关系 如果真的有人因此而敢生孩子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脑子进水了呗 观点 民办教育会涨价吧 至少 减少75%的民办在校生 那剩下25%的民额会高价抢位 继续割韭菜 哇 你这是怎么 你这是什么思维 他在打击他 他在打击他 他涨价 如果减少在校 包括学前教育 在幼儿园大量不足的前提下 初中高中 阶段名校只能团灭了 情况 民办教育是很大 示范生 示范类毕业生的主要工作单位 我有很多同学有教师资格证 但是考不上公办学校 只能去民办学校 地方政府也乐于民办学校发展 因为他们不用他们花钱 很多民办学校的教师工资也发放不到位 这下吃财政饭不知道中央和地方资金怎么样 情况 公办学校的教师分编制内和编制外 在公办学校上班不一定是正式员工 说的不好听就是临时工 合同到期不续约就被炒 这不仅仅是公办学校 大学也一样 记得上海的那个教授吗 不被续约的教授把这个 把这个学院书记给捅了 就是这样的情况 这是个非常典型的违法行为 这叫什么 同工不同酬 这是违反劳动法的 但是 中国政府就在干这个事情 观点 上期节目王老师说CCP在香港挖地三尺 改造土壤 不是改造土壤 我不喜欢大家 我在评论的时候 我看评论 留言区 有人经常讲 王老师今天讲这个 王老师讲那个 我认为王老师今天这个这个这个 那 我的观点 我们节目我在讲 节目就在讲 都是讲的是我的观点 你不需要去讲我的观点 你讲你的观点就好 行吗 好不好 王老师说 CCP在香港挖地三尺改造土壤 我说的是挖地三尺 改造 挖掉香港现在的根基 这其实反映了中共观察了美国历届政府的愚蠢行为 特别是吃准了拜登政府在缅甸阿富汗等地的退却 才敢于冒险 积极推进自己的政治梦想 香港 通过港版国安法 是在川普总统 手上 不是在拜登政府手上 拜登政府 川普政府 都有问题 两个政府 都没管 观点 听了上午的节目 我认为当今世界对中国的决心 真的没有以前对苏联决心强 哪怕是经过了这次全球疫情 我认为世界要再吃一次 至少吃一次大骨头 才能真正醒过来 只是希望到时候才行动 付出的代价 不要太巨大 你说吃一次大骨头 还会代价不巨大 不巨大那不是大骨头啊 观点 部分香港人没走 有一定程度是因为有了英国别的救生艇计划还没有出台 不是所有人都符合BNO 只能去别的国家 我们怕这些政府会弹弓手 弹弓手就是变来变去 最终的计划很苛刻 甚至取消 所以不敢轻易做决定 而中共也是利用这一点继续压迫香港人 如果有一个国家宣布特赦给香港人 绝大部分的香港人会抛弃幻想 也不是 加拿大 澳大利亚都很好 条件都很好 没有BNO 不需要BNO 跟弹弓手没有关系 现在就去啊 没有人不欢迎 你现在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还有什么呀 新西兰不知道有没有 反正都是香港热门移民的地点 所以这个不是理由了 还是觉得 没事吧 我觉得还是很多人抱有幻想 就像民主党一样 情况 今早日本新闻报道 三驾到达阿富汗 喀布尔的自卫队撤侨飞机 没有能够接到要撤离的日桥和阿富汗雇员 飞机还在等待这些人的到来 日本事前通知要这些人靠自己能力到达机场 这次没有接到人 看来是机场和去机场的路 相当的混乱 很多人已经没办法到达和进入机场 塔利班已经封锁了去机场的路 不是混乱 是塔利班封锁了去机场的路 他已经不让人走了 所以呢 这件事情呢 怎么说呢 除了愚蠢没有别的 除了愚蠢没有别的 美军干嘛去了 美军这个时候撤成这个样子 真的是 我没关系 我不想骂了 我上午已经骂够了 好吗 不说了 提问 王老师 现在在墙内外都在讨论共同富裕 和第3次分配 之前您说 习近平的20大连任提出的政治口号 我百度查一下 二线城市收入 1万以上的就算高收入 三十线城市5000就算高收入 那么共同富裕仅仅是政治口号 还是会出台聚集政策 变相收道德税 补贴政府的教育开支 你干嘛去帮他想 对吗 我们不要去想这些 道德税 补贴教育开支 你还想着真具体 我觉得呢 他就是为了 连任喊着教育 喊着政治口号 就是这样 我认为是这样 情况 我生活在河北三线地级市 最近一年来 当地政府除去 大量的公共停车位 城管和交警每天 早晨6点到晚上9点大扫荡 给私家车贴罚单 政府真的是穷疯了 情况 我在上海 见过突然 突发晕厥摔倒 一个穿着正装的小伙子 面朝下 摔在地铁里的大理石砖上 鼻血都摔出来 所以晕厥了大概一分钟 周围的人都不敢动 然后很快醒了 拍拍灰 看看时间 立马跑去上班 中国人疲于奔命 刀头来还是一无所有 这就是中国的 现状 这就是习近平所谓的治国理政 就是除了吹牛 没有别的 就是欺压老百姓 观点 我不同意说脱钩政策美国没做什么 科技上全面停止学术交流 收紧理工科留学 全球封锁华为5G 停止输出卡脖子技术 贸易上增加关税 与日本台湾合作重组供应链 卡拉奇访台 宣传上关闭孔子学院 令宣传机构登记外国代理人 资金上 外国公司问责法 军工企业在美国下市 一连串的命令政策及法律 要翻转30年的友好政策 动作也就这么大 连皮带肉的硬扯 恐怕美国也受不了 我就一样一样告诉你 第1个 收紧理工科的留学 老实讲 我觉得我是非常的反对 拿留学生开刀 为什么 是的 留学生里面有解放学 你养那么多情报人员干什么的 你不能够让中国的学生好好在这读书 然后你自己派 你的情报人员去抓人吗 对不对 所以 拿中国的留学生说事 是除了愚蠢以外 就是蛮干嘛 对吧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这个政策是很烂 好 华为 华为你看 是5G呀 你动用了多少外交资源去 封堵 华为的5G 但其实你只要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你就会把这件办完 什么事情 不卖芯片给他就好了 5G 你所有的5G都需要 芯片 5G的基站都是需要芯片呢 你不封死他5G 你现在还在卖芯片给他 你全球 去封堵华为的5G干什么 你把芯片给他堵死 他连中国的5G都接不到单 好吗 所以这个政策其实很差 就美国政府的这些政策 你看 输出卡脖子技术 我们不说 关税这块 关税这块是见仁见智的 关税这块其实你也没有 全增加 你要好好地检讨一下 哪些 是堵了自己的路 哪些是堵了对方的路 你不好好看一下 你现在看的是什么 你那个时候闭着眼睛上的 关税到现在没调整过一次 和日本台湾重组公民链 嘴巴说说到现在有动作吗 没有任何动作啊 比如说 宣传机构 登记万国代理人 你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现在这个CGTN又重返 重返英国了吗 你知道现在中国的所有的宣传机构 在美国仍然在大量的宣传 但是 美国没有一个媒体可以进入中国市场 如果你真要干这件事情 你就很简单 你采取一个对等作思 你要让人民日报到美国来 你就得让我华尔街日报去中国 你做得到吗 你没有做 关闭孔子学院 你知道现在美国还有多少家孔子学院吗 所以大家不要光看这个 美国现在还有很多孔子学院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孔子学院不用花钱 这个大学愿意孔子学院在这里 因为我免费利用这个教育资源有什么不好 我这些学生要学中文 你有没有想办法呢 有没有去安排一个 替代性的方案 你没有啊 你没有替代性方案 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 所以其实美国政府的这些政策都很烂 我安排一个组长就安排的政策比他强 你看这政策就是这样子 军工企业下市 下了多长时间 总共有多少家你知道吗 总共才30多家 你知道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有多少家 你数过没有 所以这个 都是雷声大鱼连小 没有落实 外国公司问责法 外公司问责法 你知道还有多长时间才会实施吗 还有多长时间 至少还是三年时间 三年时间 今年上半年 中国企业在美国融资规模 创历史新高 明白吗 这就是所谓的 对抗政策吗 我不说 你们自己去查吧 我们不要光听那些口号 我们要看政策 我们不仅仅要看他政策 我们还要看他政策的落实情况 所以脱钩没做什么 做了什么 是 脱钩有很多模块都出来 但这个模块其实都没有落实 没有落实到位 我就讲 到目前为止 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只有一个政策 到目前为止 是什么 关税政策 这是有影响 对中国的实体有真正影响的是谁 就是华为 但是华为并没有打死 华为现在还能买芯片 所以 就是这个道理 情况 我是多年前从师范大学毕业 学校有一部分去了教培 另外一部分去了民办企业 民办教育 灭霸两个响指把我的同学坑得够呛 朋友圈一片狼藉 但吊诡的是 据说今年师范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创下新高 这冰火两重天正是让我这个混事 我觉得这个世道魔幻无比 知道为什么 知道为什么 师范学校创新高吗 师范学校有补贴 那么很多人可能家庭有困难吧 是不是这样 我不知道是这样 我们那个时代 师范生 是免学费 还有补助的 所以很多家庭贫寒的学生 就会去读师范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 如果你 如果现在师范生 录取线创新高 那就是很多人在去读师范 那么很多人读师范 要么看待遇 就是看这个我刚才讲的 另外还有一个 是不是待遇更好 我不知道 你能告诉我吗 观点 观点 就是要打掉教培机构 打掉这些好的公立的学校的特权阶级的孩子 更容易和这些孩子拉开差距 这样就可以顺利的把这些孩子送进技工学校填补中下层 韭菜 你又是在帮中共出主意 对吗 我觉得我们不要去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 好吗 情况 德国之声 台湾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由民间企业和机构与机构 红海永龄基金会 就是那个谁的 台积电和祭祠购买的并捐给政府的 1500万剂BNT 疫苗将 首批将于8月下旬出场 路透社报道 这批超过100万剂的疫苗原预定送往中国 但代理商上海复兴未得到批准 如今将转送台湾 指挥中心透露 这批BNT疫苗 包装上将会有 复辟泰的字样 说明什么 铁了心了 不让外国疫苗进去中国 观点王老师你好 关于灭霸响指响不停 我认为可以借鉴过往毛泽东大跃进后 担心被夺权的心态 因为焦虑 所以会做点事情来填补空虚 为了解决根本问题 而必须要掌权 要掌权就要 控制基层 控制基层最好的办法 就是不断的摆弄基层 使其服从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但是这并不是毛泽东发明 共产党搞运动不是毛泽东发明 共产党就很习惯搞运动 从苏共开始就搞运动 不断的搞运动 所以毛泽东他们搞运动只不过是 重复共产党 苏共的一个行为而已 当然毛泽东把运动搞得这么 这么的频繁 这么的深入 那也是苏共也要跟他学一下 提问王老师你好 北京教委昨天刚刚公布 要加大城区内 骨干教师和校长的强制轮换 距离退休时间超过五年的学校的政府校长 原则上 应该进行交流轮岗 公办学校的在边在岗校师 凡距离退休时间超过五年的 原则上 交流轮岗 请问王老师 现在西城和海淀 学区房还能买吗 过两年家里的孩子面临上学问题 不买就上不了学 买的话现在怕高位接盘 请问该如何是好 你知道什么叫轮岗吗 就是校长轮岗 校长轮岗就是你这名校的校长 轮到其他不是名校的学校区 那校长都走了 那这个学校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是一个什么动作 这就是灭学区房 学区房 北京市教委已经出了 大学区的一个概念 就是 原来呢 这个学校 一个学校小学区 一个学校就是一个学区 那大学区什么概念呢 大学区就是我们现在三个学校 甚至四个学校 一个大学区 那你现在讲 那到底学区房是小学区还是大 如果你是针对大学区的话 那你这房子买了 你不一定能去你想去的这个学校 可能去另外一个不是名校的 学校 你怎么办 所以你现在问我 还能买吗 海淀西城的房子还能买吗 你想买哪儿的学校 这是个问题 这是第1个 第2个 你时间对得上吗 他现在还有规定 你这超过哪个时间点 你们就算买了那个房子也不能上 所以你先搞清楚 你先把这个问题讲明白 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而且 这是一个 大学区房已经在灭学区房了 大学区 另外一个就是 把这个老师 进行轮岗 轮岗的意思就是什么 消灭名校 名校来自于什么 来自学生 优质的师资 名校 名校三个条件 成为名校三个条件 第1个 要有好的声援 没有好的声援 再优秀的学校也完蛋 这第1个 好的声援 第2个 好的师资 好的师资的头是谁 是校长 如果这校长是个饭桶 不可能成为名校 他很懂教育 这是第2个 第3个 传统 他好多名校都必须有传统 就这三样东西 那现在的问题是 当你实行大学区的时候 那你师资就不能掐肩了 对吧 这是第1个 第2个 你校长都换了 那你这个学校可能就不可能 就可能失去名校的 可能会变成没那么名校了 这是一堆的条件 所以 两个字 折腾 现在折腾 我不知道该不该买 但是 打击学区房肯定是政府在做的事情 那你要好好的看看清楚 好吗 情况 我在私范学校工作 我认识的毕业生要么在找教 和培训 要么在房地产当销售 如果按照这个形式 那真是个个团灭 房地产当销售麻烦了 中介 麻烦了 这真的是不让人活 情况 昨天大连同事接到老家通知 对因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禁忌症除外 而引发新冠病毒感染和造成疫情传播的 将依法严肃追责 看来墙内不打疫苗 得肺炎也要被追责了 提问 请问王老师 打算让孩子在高中读国际学校 然后去国外读本科 希望孩子大学毕业后能留在所在国并实现移民 如果想实现这个规划 是申请加拿大还是美国的大学 孩子理工科比较好 我自己是倾向于申请美国大学 但是怕孩子毕业难留下 实现不了移民 谢谢 这个我不知道 去找移民公司吧 移民机构 他们 据说加拿大会好一点 所以 不要问我 我不懂 你要找移民机构帮 问问他们 让他们帮你出主意 他们比较专业 好不好 这个 不是太困难 对他们来说 这是他们的专业 提问 王老师好 朋友国外博士 入了加拿大籍 在国内合资的大学以外籍专家身份 聘为教授 他的同事基本上是外籍 全部英语教学 授课 请问这样的大学将来会怎么样 会被动刀吗 谢谢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是教育口 我不是教育口 所以对这个我完全不清楚 请你的朋友去找教育口的人问吧 情况 地点加拿大 今天白天去政府更新驾照 我们去 原本香港人就很多 一大早9点 有30个家庭排队 听上去全是粤语 听他们谈话内容基本上是香港刚到 来政府办身份 我前面一家三口 我在排队的时候和他们聊天 男的40左右 当年随父母移民加拿大 2002年回流香港 在香港娶妻生女 20年后带着老婆孩子 跑回加拿大 他说幸好他是加拿大籍 落地就能办当地的身份证 情况 大概4个月前 我在早上上班的路上 跟一个路人一起扶起一位 骑电动车摔倒的老人 老人衣服很破旧 摔得满脸是血 能站起来 我给他老人叫了救护车 因为上班时间 的原因就先离开了 后来我到公司门口 医院救护车和警车都给我打电话 说老人找不到了 我后来不断地在想 路过这么多的汽车 没有一个停下把老人 扶一把 让人心寒 同样我怀疑老人是付不起救护车费 又觉得自己还是能骑车就先跑了 底层人民真的是很难 是的 救护车是要收费的 情况 自己是教培行业 英语老师 工作单位资质齐全 但是仍然无法避免衰败的结果 减除自己本月的生活支出后 自己卡里还有500元 但是困难中幸运的是 我自己一直在看您的节目 所以在6月开始 筹划转型 现在已经找到其他的兼职工作 下个月发工资 自己的收入会有所提升 但是更可怜的是我的同事 昨天突然被谈话 第1主动辞职 第2被动离职了 所以这件事情 这个行业是 我觉得大家不要抱幻想吧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尽快地做准备 情况 在日华人 孩子高中时社会课 老师在18岁即将有选举权的孩子面前 就拿奥巴马举例 8年都是一嘴的漂亮话 要看政治人物具体的政策和行动判断 投注自己的选票 这次美国在阿富汗的大败笔 也让更多的日本人不信任美国 情绪 无比庆幸 本月20日落地加拿大一家三口 女儿7岁 我们80后目前隔离中 恭喜你 非常高兴 观点 看了这么多华语政论节目 唯有王老师的观点 价值观我能接受 新闻的覆盖面也很全面 有助于我真正的认识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 好 谢谢你 鸣谢 谢谢 王老师今天上午骂得非常的 透彻非常好 点赞 谢谢 我以后尽量的不骂 骂不好 我其实骂完我自己节目之后 我还是有点后悔 因为 不应该骂 还是应该 还是应该表现得更理性一点 但是有的时候 我就没有那么控制 那么以后尽量的注意 尽量的 说 摆事实讲道理 讲我的认知 讲我的分析 以这个为主 尽量的少 尽量的不要这么做 好吗 谢谢大家 支持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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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